说到朱之文大一哥 大家都会对他那把红亮的声音所吸引 话说当年星光大道的一曲 让他红透了大江南北 而在他火了以后 很多演出都找上门来了 大一哥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他的演出费用也是越来越高 据说有些场次的出场费多达几十万 朱之文成名后 因为穿着军大衣上的舞台 所以人们送卖号为大一哥 从此大一哥就成了朱之文的一名 成名之后的大一哥并没有选择到大城市生活 而是低调的回归农村老家 尽管如此 大一哥还是保留了农民的淳朴作风 在家还是老老实实干农伙 有演出时才去演出 面对外界的纷扰 他完全不理会 在之前由于生活条件不大好 所以孩子俩都比较瘦弱 但大一哥红了之后 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提升了 现在两个孩子都有些发福了 在十九岁的年纪 女儿的体重已经达到二百斤 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 效果却并不理想 儿子小小年纪已经辍学 女儿读完高中也选择留在家中 帮助大一嫂料理家务 前一下时候 大一嫂里玉花还会和女儿开一下直播 生活非常惬意 另一边 大一哥的女儿已经没上学了 但他没靠父亲生活 他在村里找两个快递员的工作 尽管工资一个月只有一千多 在大一哥看来 家庭和木材是最大的幸福 而成名之后 大一哥依旧坚持在老家居住 与乡亲们共同生活让人感动 而大一哥最近迎来了一件喜事 那就是儿子优惧相亲娶老婆 作为一个新二代来说 大女孩出门兜风 竟是一辆绿色的三轮车 由此可见 出名后的大一哥 生活质量还是和以前一样淳朴 并没有像其他明星那样 出了名就飘 这也是太朴实了吧 其实按照朱之文的名气 在城里买套房 再买一辆车 应该不是什么男士 但是朱之文的祖祖飞备都是农村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